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但是当时的亚洲电视 始终在香港也是一个药台 所以那个戏反而 在当时不是很突出 收视也不是很高 但是我真的想不到 其实它在我的人生蓝图里面 原来又是国内里面 一个观众对我最深印象的一个经典 是吗 演出一个角色 因为我和春有一个约会 应该是在96年的时候 在国内播放的 95年拍好 96年播放 那时候的国内 其实不是很多电视 过香港的电视剧播 而亚洲电视的电视剧 是可以买了去播之后 不断重复播的 TVB的电视剧 反而可能是 买了一次就只能播一次 但是ATV的电视剧 就可以卖了之后 是不停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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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每一年又可以重播 而正正我觉得最感恩的地方是 那部电视剧是说四姐妹的友情 是说几个女孩 由她很有理想 出来面对她的投身在工作 面对她的未来的爱情 事业、家庭 所有这些东西 都是一个很理想的状态 去面对现实世界 也是一个很纯粹 对爱情执着的四个女孩 即是说友情、事业、爱情 都是一个很正向、价值观的一部电视剧 为什么它在国内这么受欢迎 是因为当时国内的人 都是很单纯 比香港人单纯 这部电视剧在香港做的时候 我们香港人已经不太单纯了 甚至是我演的时候 我也觉得有点老土 因为它是一个六、七十年代的电视剧 我觉得我也要把一些 已经很年轻的时候的想法 但原来正是那个价值观 在那个年代的国内 是一个很正确的年代 所以成为了他们 国内人一代的经典 所以那个戏反而是我在国内人 心目中的一个最记得的角色 它其实是给了一代人 一个很好的价值观 我经常觉得如果演戏里面 就是艺术可以给予人 真善美的存在是最有意义的 甚至于我前年在国内做了一个中艺节目 《王牌对王牌》 我就穿上那套歌衣服 演到姚小蝶当时的经典场面 我当时是真的有感而发的 我真的跟现场的观众 或电视机的观众说 大家都要继续加油 因为可能现实世界 跟我们年轻的时候想像的 会有落差 但不要紧 我们也要继续加油 我自己也哭 身边的观众很多反应 很多观众在我微博 或者都会有说 很少看到综艺节目这么开心的节目 是会流眼泪 是会感动的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当你演这个角色 你一直跟他们成长 而且你的生命 一直在影响他的生命 我觉得这是一个 神给我的一个很有任务 很有使命感 这个也是我自己觉得 我在这个崗位是不可以乱来的 因为你会怎么活下去 你怎么样呢 其实是比一些人看着 你好像一个角色模特兒 这个角色是要唱歌的 它是歌星 是的 你自己唱 也是自己唱的 但是不是唱很多 也是 是 好的 好像听说你在国内做一部电影 你做一个… 做一个养母 是的 叫《凡星四月》 是 那个角色 其实之前我看的时候 他也不是一个讨好的角色 不过我觉得他挺有意思 基本上差不多是精神分裂 整天都对女儿很… 很严厉 整天都会很恶 态度很差 其实《金枝玉叶》 红了之后 国内也有很多演奸妃 演奸身家 演… 演… 演压力的角色 找我演的 但是很多我都不会拍 因为那些角色 其实都只不过是一个奸角 是一个在推崇斗争 或者是一个害人精 他不是一个真实实 有人性化的人物 我有时候觉得那些不是好玩 不是很值得做 直到我遇到《凡星四月》这个妈妈 我就觉得她有一些位置 我是很看重的 因为她为什么会这么恶呢 这么不讨好呢 就是因为 其实她是说 我这个角色本来是自己想生小孩 但是生不了 所以我就去领养一个女儿 但是当我领养了她 她回来很疼她的时候 我又会坏掉人 那就自己生了 自己生了的时候 很自然地两个放在一起 因为我本来不想领养 是我先生要我领养 因为我会觉得我这个领养的女儿 其实一直在 睹眼睹鼻, 告诉我 我不是一个完整的女人 到我生了小朋友之后 我就觉得我完整了 所以这个领养的女儿 我就不再重视了 再加上她做了一件很错的事 拐走了我的亲生女 所以我们两个长期 其实都有一些冲突 是心里知道的 我觉得这个角色 其实演出来的时候 所有的观众看都会不喜欢我 因为会觉得 为什么你可以这么偏心 其实你修养了她 你就有责任要爱她 不过我很想说 当人站在旁观者看这个戏的时候 她当然会懂得 是 你这样不对 你很残忍 你怎么可以这样 牺牲了一个小孩子的成长 她这么需要你的爱 她这么需要你的鼓励 你应该要公平 但是其实当我们身在处在其中 我就是那个妈妈、爸爸的时候 其实是不是我们都在做这些事呢 其实我们很容易的 是不是 我想我们的成长都会经历到 家人究竟爱谁更多 很多 好像我自己也会 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可能被遗弃 我就会很努力做很多事 来证明 其实你们错 其实你们不应该不要我 我是会对你最好的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底 也有很多这些痛苦的苦劫 就像那个角色 我的样女一样 她不断地很努力 她终于成为了一个很红的主持人 但其实她永远都不能满足 就是妈妈对她的爱 她很努力做很多事 其实就是希望得到我的爱 而甚至为什么我那么能够明白 我觉得这个剧本那么好 因为我也是这样 因为我的成长 我也是欠缺了我的爱 她就成为了我的洞 所以我很能够体谅 体会到我这个养女的角色 就是在做我 所以我越对她苛刻 她就越要成功 她就越痛苦 而我看到电影播出的时候 所有人对我的指责 其实我觉得很好 我能够从这个角色 希望他们明白 其实你有没有在做 你又是不是多疼孩子 你又会不会 很多时候也有 在爱里面其实是有条件 其实你的子女可能要成功 你才疼他 我们很多时候 真的很容易去做指责 是 没错 不是很容易像一块镜 我希望… 我希望有时候演绎的角色 即使她是一个坏的角色 她也很像一块镜 照给我们自己看 是 我其实也很希望 神给我的这个恩赐 我能够演戏 是可以做到一些东西 是让大家看电影的时候 都会有些反思 或者都会有些能量 正能量给大家 我相信很多朋友 看了我访问你 你聊过去看她看的那些电影 她的感受都会很满足 但是还有 你的感情生活 是 下次聊 好的 想不到一九九六年的一部剧集 竟然二十年后影响还这么深 而且观众和她一起成长 文女体会到人生的难途 不要定正在某一片 而是望向未来 看上帝怎么摆 你就不会经常看着低谷 生命可以喜乐、可以振作 秀得更加热 子里面 费对 是 そして 左面 、右手 大 很大 不 不 ... 好 更匀 OK � 感谢观看